到了夏天露秋肉的季节,很多爱美的女性都会有大行动,那就是减肥。 女性最喜欢的减肥方式还是节食减肥,虽然苦点,但没有运动减肥那么累。 但是节食减肥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,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提能达到减肥目的,而且不会伤害身体。 那么正确减肥应该怎么吃呢? 1.细绝满烟,移到减肥期。 配合运动之后,就很容易出现肚子饿的现象,饿了之后就会狼吞苦咽的吃饭。 这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吃饭的速度,以免吃得太多,不能够让自己吃太快。 最好不要相信趁热吃这句话,烫的食物所谈的热量是相对比较高的。 2.饭后最好站立或散步半小时。 吃完半小时之内是不能够进行剧烈运动的,但是可以通过站立和散步的方法来让食物消化。 那么肤肤的脂肪就不会出现堆积的现象。 早上是建议饭前运动,能够很好的消耗顽固堆积的脂肪。 3.晚餐吃得少才是最重要,工作了一天,回到家里最享受的,就是吃自己喜欢的晚餐。 可是这时候一顿晚餐可能会让我们一整天的热量超标,所以晚餐是很有讲究的。 很多人选择不吃午餐,其实这是一种很上肠胃的做法。 在午餐一定要吃好,到了晚餐就可以选择一些热量低的蔬菜来搭配米饭。 那么这样的搭配热量是比较低的,不会出现脂肪堆积的现象,就可以达到减肥目的了。 4.高热量食物是经济,水果蔬菜是良方。 相信大家都知道,高热量的食物是减肥的天地,很多人夏天都有吃冰淇淋的习惯,但是一颗冰淇淋,是要运动两个小时才能够消火。 所以每当吃高热量的食物时,不妨多想象减肥的困难,所以最好不要吃炸鸡和巧克力以及可乐等饮料。 最好的减肥食物,莫过于蔬菜和水果,纤维类蔬菜可以帮助我们防止便秘,富含卫生素费的食物,可以促进人体代谢,可以消化脂肪,所以应该多吃玉米和米猴桃,以及西柚等蔬菜和水果,菇,喝茶烧之效果好。 很多的茶可以解决不同原因肥胖的症状,和叶茶是瘦身的一道佳品,可以搭配一些绝名字泡茶喝。 减肥又通便,平时可以多喝绿茶,不仅能够起到防辐射的作用,而且有消化脂肪的作用。 最好是在运动之前和半前喝绿茶,可以起到清热排毒和泥水消毒的作用,而且可以起到很好的减肥效果。 温馨提示,药效健康的减肥,一定要保持正确的饮食减肥方式,搭配运动减肥方法,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减肥效果。 而且有利于身心健康,也是最安全可靠的减肥方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